我们先来做第一个 框架的练习 那所以要用心智图教后色认知 其实第一件事就是 先给他一个简单的框架 这个第一件事就是 从你要学这个高阶的心智图法 你要把它变成你的心法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练习有框架的思考 那这个框架是老师给的 所以你不用思考框架怎么来 我就是给你一个框架 你就用这个框架去想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各位在里面 你的资料夹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档案 5WEH 没有看到也没关系 没看到也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就会找一件事情 用这个来做分析 好那六合法呢 5WEH就是五个W嘛 那个why who when what 这五个W 然后跟一个H就是how 也有人讲5WEH 就是how how much how many 就是多少钱 跟钱有关的因素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加成5WEH 好那所以 这是一个 这个方法是 我们用在做问题的了解 分析研究 学习跟企划上面会常使用这个方式 那所以 所以假设我今天 是一个新手老师 然后我没听过什么叫翻转教育 突然有一天 都听到大家都在讲翻转教育 然后我不懂翻转教育 我就觉得 我有点逊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上网去学啊 所以在我看了一堆 那个翻转教育的网络文章之后 那我可以用5WEH 把它做分析 做分析 所以我就会把那个 翻转教育这个主题写在中间 然后 然后5个W 一个H 我就把它挂在第一阶 挂在那个第一阶 第一阶的关键的分枝上面 然后就会开始去把那个 要把读到的文章 跟人 比如说跟人的因素的 我就全部丢在这个地方 丢在那个户的地方 然后跟地点的因素 相关的就摆在这里 然后时间的因素 比如说 这个翻转教育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谁 什么时间点 然后 然后什么人 这些东西就把它按照 它的分类放进去 那为什么要翻转教育 它的原因 就把它提列在这边 然后如何做翻转教育 然后什么是翻转教育 那经过这样子一个 一个5WEH的分析之后 我相信你应该对这个翻转教育的了解 会非常的全面 会非常的全面 那么所以麻烦各位 还没装XMINE的请你把XMINE装起来 把它装起来 那装起来之后呢 请你直接开一个新建一个档案 好练习的时候到了哦 今天会给各位很多练习 请你先选定一个 你不是很熟悉 你想了解的一个东西 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想去了解的一个东西 任何事情都可以 任何事情都可以 那或者是说 你最近可能要做的一个计划 要办的一个活动 竞赛活动啊 或是说 或是说你今年新街的业务 都可以 你把它当做你的主题 把你的主题打在中间 下面加一个5WEH 请你把你的主题想好 放在中间 然后请你外面呢 就加 5WEH也可以的 请你把 把那5个W跟2个H放上去 请你把那5个W跟2个H放上去 先把这个架构给做出来 请各位先把这个架构做出来 然后找到你想要研究的那个主题 比如说你今年新街的总务对不对 对总务工作完全不了解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打总务工作也可以 也可以或者你今天想研究什么叫做Maps 那个语文的想要了解那个Maps 或者是说学科学的 想要了解什么叫做 或者学那个管理的 要了解什么叫PTCA之类的都可以 想要新认识新了解的东西 或者比如说我要办一个活动 我要办一个竞赛 尘质竞赛 请各位把架构先给弄出来 架构的部分我们给各位准备到7点32分 我们会一边做 然后一边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你会怎么去 就是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课有什么关系 它的位阶在哪里 这个是初阶的 所以初阶的就是你提供 就是架构是别人给你的 但是你在想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关注这些架构 就是用这个架构去做分类 这样子 那你架构准备好之后 请你可以开始去 不管你去Google 还是自己知道的 就先把它填上去了 我们给各位 现在是9点39 我们让各位做到10点 好不好 10点 20分钟 请各位把这个完成 你要做了这个练习 才会有感觉 现在不是休息 老师 要把这个做出来 你挑你自己的主题 然后用5W2H或5WH去分析 去做分析 这个练习做完之后 你学东西就会很快 以后你学东西可以自学 网络自学 然后你写企划也会很快 很全面性 面面俱到 然后思考也会面面俱到 所以你一定要去从头到尾 体验一下 做这一种新制图的感觉 然后因为它已经有 我们已经给你用5W2H了 所以你这7个面向你都会去思考到 所以就比较不会落高 比较不会落高 像我们比如说要研究一些学术 什么名词 有没有 什么叫素养导向 你去研究那些学术名词的时候 也会有这几个面向 哪一个年代什么人提出了什么东西这样 然后它到底定义是什么 然后那个 那个要怎么做 有一些实际的做法之类的 都大概都是逃不出的这几个面向 所以老师们就用 你就自己想一个 你想要最近想要了解的东西 或者你想做的企划 或者是你想要研究的东西 想要分析的东西 或者是你家长臂癌了 那个臂癌要怎么处理 你用它来分析那个臂癌 或分析说 我要培养家里的小孩怎么样 都可以 任何问题都可以使用 我也是一边做 所以你完全搞不懂在干嘛的 你也可以看着我做 但最好是自己做 才会有感觉 画面糊糊的应该是网路的问题 应该是你的网路不是很顺畅 不然就是我这边的网路不是很顺畅 那原则上我这边都会 我这边有录影了 所以之后 之后还是会做剪辑 放到网路上 我尽量把画面放大 老师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贴错 怎么收回 或是怎么delete 贴错 贴错你直接选到 选到那一个节点 直接按delete就好 如果贴错位置的话 就直接拖曳 拖到你要放的地方 好 谢谢 有些东西它没有某些因素 比如说你是研究的是 什么学问 翻转教育什么 那它跟这个钱就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就可以不用写 没有关系 但是它不一定是写钱 有跟数字也是 数字也是要写在这边 比如说有一些统计数据 它也是写在how much 这边 how much how many 做的过程中 如果老师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提出来 因为你的问题 也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对 通常那个 不清楚就是讯号的问题 好 所以 你就把你的手机 换个地方 换到窗户旁边 说不定就好一点了 这用在读书会 也非常的棒 那个老师 如果我在学校是 是那个班级导师 或是语文老师 在推阅读的话 不能只有推到前面的 阅读理解记忆的部分 所以你把这个加上去 他们在做分享的时候 会很有效能 而且重点都抓得到 那个会取 会取是哪一个 哪一个 所以比如说有些 像有些理论 他有不同的讲法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写说是 哪一个人的讲法是怎样 哪一个人讲法又是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写在里面了 其实 这七个面相 他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如果你觉得 有不足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再补 或者是说 你觉得哪一个应该怎么用 其实就是看个人喜好 我再讲一遍 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方法 包括我介绍 今天所有的东西 都是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 去做最适当的调整 你觉得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毕竟工具最后是你在用 所以不要去管人家 你去外面学东西也是一样 别人说1234567890 你没有一定要照着1234567890去做 这个是我们 中国人传统以来的遗读 考试教育的遗读 上面说1234567890 你就一定要1234567890 没有必要 任何的东西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取我们所需求的 哎 哈哈 那个谢谢老师 谢谢张老师 发现我的错误了 这个是坏 为什么 不是汇取 是坏 果然生病有差 你看 坏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好意思 感谢张老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各位注意一下 那个 那W我刚刚讲错了 有一个是why 为什么 刚刚这边是 why嘛 对不对 原因探讨 还是不要中标比较好 中标整个 脑筋不太灵光 好 请大家把那个witch改成why 你要加witch也可以 那就变成6w2h了 那个witch如果是人 其实可以加在这边 我换一下好了 各位如果不小心讲错 要纠正我 现在不太正常了 好 那么我们回到 各位应该做的差不多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这样子去做一个 用这几个关键的方向 面向 去做分析之后 你对这一个 这个主题的了解 就会非常的全面 就会非常的全面 做不完没有关系 各位不要紧张 因为这个东西都会 因为人是这样子 当这个东西是你在关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放在你的大脑里面 如果它很重要 或者你把它当作很重要的时候 所以可能有事没事 你会去想到这一件事 甚至吃饭的时候 上路上厕所的时候 走路去办公室的时候 可能都会突然 因为你在关注这一件事 所以你有时候会有灵感 就突然飘进来 那飘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来做一下修改 再来想我想到什么 我就再加上去 所以这个新制图是一个 几乎就是 它是一个没有结束时间的 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想法 它不会有 有那个结束的时候 除非你案子结束了 你不再去想它了 不然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研究的是翻转教育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 学术性的 知识性的了解 那所以这种东西会根据 你哪天看到什么事情 你会判断说 这个跟翻转教育 有没有关系 有的话 你就会把它再纳进来 那或者你看到 生活中的某一件事 你觉得这个跟学术 那个翻转教育 也可以有关系 然后它是哪里有关系 在哪一个面向 你也会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东西 always在修正 所以今天没有做完 没有关系 它不是一个 像考试一样的东西 马上就要出来的 它是慢慢 慢慢想法 一直会慢慢的 酝酿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新制度 有这个好处 因为你会发现 你之后会 灵感会越来越多 好 那给各位做这个练习的重点是在 今天我给你的是 外面第一层 第一阶的这个关键的面向 关键的面向 所以当你在思考 这一个大问题的时候 你会用这几个关键面向 去想这一件事 对于想要了解 另外其他想要了解 这是你的企划 那你的长官来看 你看你的文件的时候 以前 以前你是给一本企划书 然后前面 前面是什么背景说明 然后后面 然后时辰 什么 就按照那个顺序牌 对 循序的 那如果他 对 如果像 我们在看一些文件的时候 有时候你只会想看 你要关注的点 比如说 如果我是主计 那我只想 只想看你这个计划要花多少钱 钱用的合不合法 所以我就要翻翻翻翻到那个 钱的那个部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 这个里面负责 负责安排交通的 那我只要看钱跟那个交通的那个部分 跟有多少人怎么来 我只要关注这些点 那所以以往的那个计划书就是 你要从头翻到尾还会遗漏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新制图来看的话 我要看钱 我就直接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清二楚 细节不知道再了解 所以这种新制图的展示的方法就是 让想看的人也可以一次到位 他可以一次看到他想要的东西 而且是就几秒钟的时间就看完了 就可以了解整个大概的架构 还有关注自己想看的重点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是第一个层次